各位原始点学员大家好 我研发原始点医学 把它无常地奉献给全人类 供大家免费学习应用 但是原始点医学相关所有资料 包括但不限于原始点医学书籍 音视频 文章 案例等都具有版权 受法律保护 未经我或基金会的授权 不得随便引用或整理发布的 为什么要这么做 现在国内有很多原始点的微信公众号 甚至于美编 微电等平台上 都有人在随意整理发布基金会的资料 有些甚至对我的医书进行解读 分析入程视频 音频等 或附带其他医学及商业内容 广为传播 让大众无所适从 不清楚哪一家发布的哪些内容是正确的 我担心原始点医学这个法会被扭曲 不能得到正确的传播 反而误导大众疑悟病情 所以我在此声明 目前全世界得到我授权的媒体 只有以下无家 台湾基金会官网 美国基金会官网 中国大陆官网 张钊汉原始点健康资讯网 东南亚地区官网 及微信公众号 张钊汉原始点健康资讯网 需要特别声明的是 在中国大陆 香港 澳门范围内 独家授权 中国大陆注册网站 及微信公众号 张钊汉原始点健康资讯网 发布基金会公开发布的 所有信息及资料 包括原始点医学书籍 具有标注原创资格 中国大陆 香港 澳门范围内 其他网站 微信公众号 或美编 微电等网络平台账户 发布本基金会讯息及资料 均未经本人或基金会授权 为保证原始点的纯正性及权威性 指导性 基金会绝不对外授权 录制公开演讲的影音 却原始点案例 必须通过基金会制作 才可对外发表 各地推广机构 均应以基金会发布的资料 作为标准教材 基金会发布的案例资料 均具有版权 其他任何媒体 不得以任何形式抄袭 或整理发布 在中国大陆 不断有人举发原始点医学一书 被盗版 印刷 售卖 在这里我郑重声明 中国大陆地区 我独家授权 张召汉原始点健康资讯网 网站及微信公众号 印刷派送原始点医学一书 其他任何个人或单位 印刷流通原始点医学书 都是违法的 一经发现 我们将会委托律师维权 希望以后不要再出现 类似盗版行为 前段时间 基金会委托律师投诉 整顿了微信公众号名称 和头像滥用我的名字 及基金会商标的乱象 现在大家搜原始点公众号 带有我的名字的公众号 只剩一家 就是我授权的张召汉原始点健康资讯网 这样大家看到有我名字的公众号 一定是我们基金会授权的 独此一家别无分号不会搞错 其他微信公众号 还有一些美编账户 微电账户等 没有得到我的授权 希望立即停止清潜行为 删除已经发布的基金会的资料 尤其是一些旧的资料 我多次说过 2018年以前的资料不要再看 要看就看最新发布的资料 因为这几年原始点发展太快了 旧的资料不值得大家参考 大家可以直接从我授权的网站 或公众号 学习或转发新的资料 不需要去看其他人编辑整理的资料 这样大家可以扫走弯路 跟上原始点医学最新的研发步伐 最后我再次声明 基金会的所有资料都具有版权 任何个人或单位 不得以任何形式随便引用 抄袭 整理发布或公开演讲 如果警告无效 我们会委托律师进行违权 希望原始点医学能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 更好地为大众服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